大家好 我是某某无限啊 今天又来水视频了啊 其实不算水视频啊 这个UBNT的 这个叫 ER-X-SFP啊 这是带PoE供链的一个 路由器啊 这个路由器的话用的是MT7621的芯片啊 这个路由器呢 嗯 它说是刷机刷坏了 然后 我看一下上面怎么说的 哦 这个是刷这个OpenWRT以后刷回这个原厂系统变砖了 然后是TTL线没有任何显示 后来呢 它就寄过来了 但是我收到发现这个TTL线没显示是他把硬件给搞坏了啊 然后 我跟他讲了这个情况 他就直接说你给我寄回去吧 我说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啊 这个 因为修不了的话或者不修的话都可以 这个反正就你自己 自己出运费嘛 我们还给你寄回去 嗯 但是呢 这个 拆了也不能白拆啊 就顺便拍个视频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啊 呃 今天他寄来这个路由器呢 是带着原包装盒的 这个路由器还是挺重的 因为它是PoE供电的啊 它是 这里边这个重量的话 我估计应该PoE电源的重量啊 这个里边 可以看到这个是电源线 这是这是个电源线 然后 这里面是个PoE的电源 这个电源非常重啊 这个电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啊 这个电源是 2024伏2.5安的输出啊 这个24伏乘1.5的话 呃 是多少啊 应该是60多瓦的功耗啊 60多瓦的功耗 这个电源的话 是输入的话 100伏到240伏啊 这是宽电压范围的 嗯 好了 那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路由器啊 为什么判断它是硬件坏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老师我其实已经把这个路由器之前已经拆开了 我就不想再重复一遍 然后那个就直接 呃 我们来用官用表量一下吧 好了 现在呢 用官用表量一下这个 这个路由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ok 然后呢 这第一个线是 这个是DND啊 这个接地的 这两个 往下两个分别是R那个 TX跟RX啊 我们现在来量一下 发现这个也是通的 这个是对D是导通的 这也对D导通的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这两个这两根线呢 这个RX跟TX的话 它是不能对D导通的 它是有一定组织的 而且组织还 相对来说比较大吧 嗯 现在已经对D短路了 说明这个CPU已经是废掉了 嗯 好了 然后那个 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接这个TDL线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 呃 是不能接错的 如果你接错的话 它这个 嗯 5V的电 或者3.3V的电 直接干到CPU上是会把CPU给弄坏了 因为CPU的供电非常低啊 CPU的供电 好像是1V左右吧 1.0V 1.0V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因为这个朋友他不他不想修了 所以说 嗯 我们肯定是要尊重客户的意思嘛 就还给他寄回去啊 他自己出运费吗 还给他寄回去 好了 这个这期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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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